灰形运动的灰机的租金 有没有下来的没?洗执行长 有一半,那一半怎么灰? 高雄市长陈菊率领害市运相关的市府主管 一字排开,痛批中央处处刁难 因为高雄市运即将开幕 但主办单位却还在为钱伤脑筋 我们高雄市政府孤精奋斗 被糟蹋的感觉,被欺负的感觉 作为市长 我很难受 陈菊指出,市运专案预算在96年就获得行政院核准 立法院也在今年1月通过8亿4千多万元的经费 但是主委会最后只核定6亿1千多万元 资金缺口高达2亿3千多万元 不只付不出小巨蛋等比赛场地的租金 还可能被已经签约的厂商控告违约 不过提委会则回应表示 预算的核定愈发有据 据了解高雄市运目前还有一亿多的预算 还在提委会审核 市政府表示经费不足 只能以缩小周边活动的规模来因应 陈局也呼吁民众多多买票进场 以实际的行动请示运 目前开幕典礼的门票已经卖光光 不过赛事的部分门票初步估计只卖出两成左右 民众反应不如开闭幕那么热烈